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要來分享任務給你們看囉 這次的任務大家都完成了嗎 接下來就來開箱給你們看啦 終於把這隻三角龍拼起來了 然後這次的任務不用完全解完 也可以領到最終的獎勵喔 接下來開箱箱子給你們看啦 可以拿到恐龍的蛋還有恐龍的雞塊 再來開箱最後一個箱子囉 可以拿到寶石五顆 還有暴龍頭 還有暴龍的服飾 那這個暴龍服飾穿起來給你們看一下囉 晚上是不會發光的有點可惜 接下來製作這個大喜野外帳篷給你們看 他會需要一個特殊的道具是這一個 貴賓犬鵝 然後他說是在夜晚會出現的 開始製作喔 結果這隻蝴蝶啊 我居然在白天遇到他 不是在夜晚 可是居然讓他跑走了 但是我後來還是有抓到 給你們看一下囉 其實白天也會有的喔 不是只有在夜晚 接下來來製作這次的交通工具給你們看啦 是這台恐龍越野車 他會需要這個琥珀 讓你們特別注意一下 在收藏的道具的話 是不能夠使用的喔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收藏 一定要把它拿出來喔 開始製作囉 好了 大喜野外帳篷做好了 然後是恐龍越野車 接下來展示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大盪篷的尺寸有多大 大概是這樣的大小喔 那這台恐龍越野車 它的速度是6 然後是兩人使用的 開車出去晃晃囉 你們可以看一下 開起來的速度大概是怎麼樣的 很可惜只能兩個人乘坐 那後面這麼大一個空間是要做什麼呢 也不能放東西上去吧 官方可能忘記把座位擺上去了 好啦那這次的任務開箱就分享到這裡囉 你們也趕快努力加油去獲得這台越野車吧 喜歡請幫我按讚跟訂閱 下次見啦 大家掰掰